我們就直接上課囉 請各位翻到187 因為我們在做題目的時候 你還是老實還是希望說大家不要死地的 而是要理解它 所以我們剛剛又畫了一次這個圖 不過後來我在另外一個班級想到一件事情是 其實同學如果不知道這個過程怎麼推理 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相信你們一定有些人覺得說 你以後又不是要讀工程的 因為你們是三類的 所以你們可能會覺得說以後你已經確定說 你不會走工程理工的 而是會讀生物的 雖然是要讀生物 不過大一大學一年級還是會需要學到一次 所以其實這時候不面對以後還是會遇到 如果是生物的話 生物的話大學一年級也是會上普通物理 那總之呢 老師是要跟各位強調說 為什麼我們要介紹這個氣體動力論 那真正的原因就是希望說各位了解 我們人類怎麼去確定說我們的世界真的是由原子所組成 我們的這個空氣真的是很多的例子 如果你完全沒有給人家一個理由 然後你就說這邊這裡一團有大概一木耳 如果說這麼多顆小的例子在那邊飛 人家就會覺得你可能是有非文證還是什麼的 因為這邊有很多東西在飛 那個難以想像 那我們介紹的這個理論就是為了要證實 說真的就是有這麼多的例子在飛 造成的壓力 所以才會需要學這個啊 那在我們的高中階段其實沒有辦法說真的去證實說 我們的世界真的是由例子所組成 但是我們只是給一個起頭 我們提到愛因斯坦 提到布朗運動 布朗運動 也許學測會考也說不定 在花粉在水裡面 花粉在水裡面亂跑 如果你有回去翻你的高一的課本 花粉的碎片在水裡面亂跑 那那個原因 有愛因斯坦他去算 他去怎麼算呢 他假設那些花粉在那邊亂跑 是因為被水的粒子碰撞 所以他的假設就已經是 假設說水是由粒子所組成的 然後他去算一算算一算那個花粉走的路徑呢 結果跟人家做實驗測出來的一樣 那就是間接的證實說水真的是有一顆一顆的粒子所組成 所以我們的這種把壓力碰撞的這種力看成是粒子的碰撞 把壓力看成是粒子的碰撞 以後到大學以後到研究所 你可以用這一套方法繼續深入 最後去證實我們的世界是由粒子所組成的 所以我們剛剛寫到這邊 就一顆粒子先看一顆然後他去撞牆 撞牆之後他的動量變化 動量變化是2MV1X 動量變化是2MV1X 然後用動量變化對時間做平均 我們取的時間是來回的 所以用動量變化 2MV1X去除以 除以時間 你就會得到 1號對牆壁的平均施力 就會是NV1X 平方除以L 然後我們再推廣到N顆 有N顆 不是只有一顆 是有N顆 那有N顆的話就是F1X加F2X 再加到Fn 這樣的話就是把全部的 每一顆對牆壁的力 全部都要加起來 然後會等於右邊 是L分之N 然後V1X平方加V2X平方 再去加到VnX平方 那總共是有N項 總共有N項 這裡全部合起來 就是合力 那這裡總共是有N項 那你可以把它視為 變成N去乘上他們的平均 他們全部加總的平均值 平均值就是有加上一個 一橫 你可以說這個是1號同學的分數 2號同學的分數 33號的分數 全部加起來除以33 就得到平均值 但是平均值乘回33 也會等於總共 也會等於總分 所以只是把總分寫成平均值 乘上總數 那所以合力就會是 N項VX平方平均 VL 然後再來再除上面積 除以面積 因為我們要算壓力 壓力就是力除以面積 所以這裡就會變成壓力 N項VX平方平均 就會等於 N項VX平方平均 L除以L平方L三次方 這其實就是體積 所以最後呢 你就會得到PV 就會是N項VX平方平均 那接下来呢 再使用我们的其中一个假设 叫做各项同性 各个方向性质相同 所以呢 Vx平方的平均会等于 Vy平方的平均会等于Vz平方的平均 我们举的例子是 它好像国文英文数学三科 那三科如果今天学校 要让他们三个科目的困难度都一样 希望说不要落差太多 所以让初题老师 初题让大家的难度不要太难 不要落差太大 那结果这三个最后平均 全年级全班平均都是60 国文也是60 数学也是60 英文也是60 这样子 但是不代表说其中一个同学的分数 也会是三个一样 就是说一号同学他的国文 和一号同学的数学不会一样 不一定啊 有可能一样 但也可能不会 那一号同学的国文也不会跟二号同学一样 也有可能会一样 但是通常不一样 通常不会说刚好就都一样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不太会直接相等 那总之呢 你就可以把这三个 直接看成是最后总共的三分之一 用B4定理啊 B4定理就是 全部的 就是由X方向的 再加Y方向的 再加Z方向的 这样子 所以他们都各占三分之一 所以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就可以写成全部的三分之一 那所以最后这里呢 才会写成 三分之N 然后N 然后V平方平均 那最后你再把它写成动能 你再把它写成动能 所以最后呢 你就会得到 PV其实就是 三分之二 N 乘上平均动能 然后我们说 其实你可以 跟PV等于NRT来做比较 但这里其实是要跟NKT做比较 这两个去比较一下 为什么会有K 是因为我们之前的理想气体常数呢 它其实是 0.082 然后它是 ATM 然后L 公升 它底下的话是Mol 还有 K 这是来自于 PV除以NT 那我们那时候曾经说 我们把Mol提出来 Mol提出来的话 就会变成 每一颗粒子的观点 每一颗粒子的观点 先把它写成8.31 8.31才是我们熟悉的 这一大气压 乘上1公升 它会变成是 10.3胶额 这个我们在之前也是有提到的 有算过 这两个乘起来 会是 101.3胶额 所以 这乘一乘变8.31 然后你再把Mol呢 移出去 把Mol移出去的话 就会变成 1.38 乘以10的 -23次方 焦耳 除以K 这个地方的确就是很多的推理 那我们就是把这一个 就称呼为K 就称呼为K 所以其实 其实K和R的关系 K和R的关系就是R去除以 雅佛加绝数 就是除以 6.02乘以10的-23次 6.02乘以10的23次方 就是把8.31 再除上 1mol的数量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写成 R R 其实就是 N A 去乘上K 然后 N A 去乘以Mol数 就会是总数 因为N A 就是一Mol的数量 然后乘上Mol数的话 就是总数 这个N是总数 是总数 然后N A 是那个6.02乘以10的23次方 所以意思是说 你如果乘上N R的话 这边就会等于N 乘上N A 乘上K 如果你把R乘上N 上下都乘上N 就得到这样 但是这个小N 乘上N A 就是大N 所以 这个就写成N K 所以才会说 这也会变成N K T N K T跟N R T 其实是一样 可是大N K T 然后小N R T 大N K 就等于小N乘上R 大N乘上K 就等于小N乘上R 那所以这样子一笔一笔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2.02乘上平均动能 就会等于K T 因为两边的N消掉了 所以2.02的平均动能 就是K T 然后平均动能 就会是 2分之3 K T 这样子 那最后呢 才是 你可以把动能 回归到 2分之3NV平方 去算一个速率出来 它那个速率叫做 方均跟速率 好 那我们就开始做题目了 请看到 范例1 190页 那刚刚讲的这些呢 同学如果 你不太了解 其实也没关系 重点是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要讲这些 那我一开始在上课的时候 有提到啊 对不对 有没有同学还记得 为什么我们要介绍 这个单元 如果你还记得 请你留言 在讯息栏 有人还记得吗 为什么要介绍 我们看范例1 我们看范例1 有一个密碧容器 两种单元子的气体 然后试两莫尔的X 一莫尔的Y 那么Y的分子量是X的两倍 所以X如果是M Y就是2M 因为数量一样 分子量一样 那分子量就是分子之间的质量的比 像水的分子量是18 它跟氢的分子 氢的分子的分子量是2 那它们就差9倍 那那分子量就是重量的比 所以质量的比 所以可以写这样 那么 请问底下叙述何者正确 第一个 两种气体的分子 总动量不相等 如果你今天是静止状态 容器是静止的 那它的总动量应该就是0 虽然你看个别的 第一颗粒子 它到处乱飞 它有一个动量 就是它可能有 向右飞 向左飞 向前飞 向后飞 但是每个机率 每个方向的机率 应该是相同的 就比如说 你现在在教室里面 大家可以乱跑 那没有规定说 完全没有规则 只要你在空间内 你要随便跑都可以 那往每一个方向 跑的几率是一样 那这样总和起来 就会是0 动量就是0 所以不管是对于 X气体还是Y气体 总动量都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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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A选项就是错的 总动量是0 我可以写这样 X的全部的动量 跟Y全部的动量 会是0 我写动量的话 我会写得小写的P 这样会比较是 跟大写的压力去做区分 这样子 再来第二题 方均跟速率呢 方均跟速率就是要用到 我们的平均动能 我们的平均动能呢 是2分之3KT 然后 它又会同时等于2分之1NV平方 但这个V是平方平均以后的 就是我们的平均值啦 那如果你这样去比较一下 你就会发现 这个平方平均的速率呢 就会等于3KT 那这个是平方过再平均 它的单位 它的单位会是速率的平方 所以你再把它开根号 就会回到速率 单位就会回到跟速率一样 是不是有麦克风没有关 这个叫方均跟速率 那这个方均跟速率 它不仅跟温度有关 也跟质量有关 但是今天提问它说 它们是热平衡 它们是热平衡 所以应该温度是一样 那这样的话 方均跟速率呢 应该就会正比于 根号的质量分之1 因为上面的分母 分子都一样 T是相同的 所以差别差在分母 差别差在分母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它的大小就可以找出来 我们的方均跟速率的 X的部分 X气体的方均跟速率 跟Y气体的方均跟速率比 就应该要跟质量乘反比 所以就会等于 根号2 所以B选项 B选项也是错的 并不相等 怎么会有人在一边上课 一边打电话 C选项呢 气体的分压 这个C选项跟我们的物理 比较没有关系 这个跟化学比较有关系 它们今天体积都一样 体积都一样 然后温度也一样 温度也一样 那么它的压力的比呢 就应该跟木耳树成正比 分压的比就跟木耳树成正比 因为这个 体积呢一样 温度呢一样 所以只剩下 莫尔数了 那一个是一莫尔 一个是两莫尔 一个是一莫尔 所以分压的比 就是2 所以猪 C选项呢 就是错的 应该是2 而不是二分之一 再猪 X气体的总动能是Y气体总动能的两倍吗 总动能的话就是由平均动能去乘上个数 平均动能是平均每一颗 平均每一颗的 你看这个小m 这个小m是我们当初在算 那个粒子 一颗粒子的质量m 所以这个动能是 很多很多粒子 但是平均来说 每一颗的粒子的动能 那你如果要换回总动能的话 你就要乘上个数 所以总动能就会是长这样 如果是X气体的总动能 就是X气体的个数 去乘上平均动能 那其实它也可以写成是 它的莫尔数 去乘上亚佛加绝数 这就是数量 就是我们黑板最右边 说的莫尔数乘亚佛加绝数 莫尔数乘上6乘10的23次方 你就会得到总数 那对于Y也是一样 对于Y气体也是一样 就会是Y的莫尔数 去乘上亚佛加绝数 再去乘上平均动能 那这两个一笔呢 因为亚佛加绝数是一样的 所以 这一笔的话就是 会跟它的莫尔数 以及平均动能有关 但是平均动能呢 很重要的是 平均动能只跟温度有关而已 这个只跟温度有关 只要是理想气体 不管你是 氢气 氦气 氧气 只要你可以当成是理想气体 当成是理想气体的时候 那你的温度 就会决定动能 那跟你的种类没有关系 所以今天既然它们的温度都一样 那它的平均动能也就都一样 那决定它的总动能的 就会是莫尔数 因为今天温度一样 今天温度一样 所以这个温度一样 平均动能一样 所以决定它的 总动能的 是莫尔数 这个温度一样 是莫尔数 是ясby chegar 相对 是Moe尔数 之后 值得 所以豬是對的 再來E選項 平均動能只跟溫度有關 所以E是錯的 水跟溫度有關 就是這樣子 這是這一題 為什麼剛剛上課的時候要再複習呢 因為你如果沒有複習 老師如果沒有複習的話 可能對於什麼是平均動能 什麼是總動能 可能就會不清楚 所以為了要讓各位比較有感受 所以剛剛才會花一些時間快速的複習 前面介紹的部分 好 再來隔壁一頁 氣體混合 範例二 一百九十一 它現在有一個容器呢 這個容器呢 有一個可以滑動的板子 可以滑動 但目前呢 這個板子處於盡力平衡 盡力平衡 盡力平衡 現在這個板子是處於盡力平衡的 那意思就是說 它兩邊的壓力 是一樣的 兩邊的壓力 氣壓 是一樣的 那左邊 右邊壓力叫P 左邊壓力也是P 那題目還有沒有給什麼別的條件 他說 右邊的溫度 是T 左邊的溫度 不知道 可是還有一個條件是 原子數 左邊和右邊的比是 3比1 左邊的話有三倍的數量 右邊只有一倍 那這裡就叫N 這裡叫N 那這裡就3N 那還有沒有別的條件 還有體積比 體積 他說 這邊的體積是兩倍 這邊的體積是一倍 那一倍我們就叫V 兩倍就叫2V 這樣子 那他說如果中間的這一個 中間的這個 把它打通 中間的隔板把它打通的話 最後熱平衡以後 請問溫度是多少 我把它打通 打通 打通以後最後的壓力應該也是一樣 可是可能會跟剛剛不太一樣 壓力可能不會跟剛剛一樣 因為這時候是兩邊溫度可能不一樣 可是這時候兩邊溫度都一樣 兩邊溫度都一樣 因為熱平衡 那可能壓力就會變了 壓力就會變 比如說原本是這邊比較熱 然後壓力是這樣 然後這邊比較涼 壓力是這樣 那打開以後壓力變成 溫度變成 平衡了以後 可能壓力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假設 p' 然後溫度一樣 因為它是熱平衡 那粒子數 粒子數應該是 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 而它們現在已經打通了 所以打通的話 總共的粒子數就是4n 剛剛是3n 和右邊n 打通的話就變4n 然後體積這時候也是打通了以後 體積應該就會是3v 應該這樣子就足夠了 條件這樣就足夠了 它要求什麼呢 它要求最後的溫度 我求t' 那這裡的前半段 會用到化學的部分 化學科學的pb.nrt 就直接拿出來用 一開始左邊 我們稱它為left 那一開始左邊的壓力是p 左邊的體積2v 然後等於 左邊的墨爾數3n 等於r 那左邊一開始的溫度不知道 題目沒有說 我們這裡寫的都是題目告訴我們的條件 那題目沒有說的 是這個t 左邊的溫度 我們用黃色 我們用紅色 用紅色 用紅色來表示 左邊這個沒有被 沒有告訴我們的t 叫t left 然後右邊 右邊 右邊的條件 是壓力是p 因為它是淨力平衡 體積是v 而溫度 末爾數 末爾數是n 而溫度是題目所給的t 這樣一筆 你可以把tl 求出來 這樣一筆的話 你看上下有n 上下有r n消掉 v消掉 p消掉 所以 你可以得到的結果是 tl 就會等於3分之2 t tl就會等於3分之2 就是兩次相除 兩次相除後的結果 我自己看一下 那這就得到一個條件了 那接下來要怎麼 算後來的溫度呢 你可能會想說 還是用這個好了 還是用這個的話 就算不出來 我們可以試試看 打通之後 打通之後呢 你如果帶入這個式子呢 是算不出來的 我們試試看 後來 後來的壓力是p' 我們不知道是多少 後來的體積是4v 3v啦 3v 然後後來的 末爾數是4n R 乘上後來的溫度 你只知道這個 沒有辦法去算 沒有辦法用上這個條件 沒有辦法用上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不是這樣子 我不是用這個 而是要用能量守恒 題目它有說 它是一個絕熱的容器 我們這邊再說一次 我們用pp的nRT 你沒辦法把這個條件帶進來 真的沒辦法 你也不知道帶在哪裡 因為後來的溫度 後來的溫度不是 不是他們兩個任何一個 後來的溫度 應該是介於他們兩個之間 那怎麼算呢 那這有一個重點叫絕熱 絕熱的意思是沒有熱量的進出 沒有熱量的進出 代表沒有能量被傳出去或傳進來 沒有熱量的進出 那沒有熱量的進出的話 我們可以當成是 它只不過是把裡面的動能 重新分配 所以這裡就要用到動能 又要用到總動能 要用到總動能的概念 把這邊的總動能 加上這裡的氣體的總動能 兩邊氣體的總動能加起來 再平均分配回去 這樣就可以算得出來 就是把兩個 就是把兩個 兩個 兩個體積 兩邊左四和右四 兩邊的氣體的總動能都加起來 然後再去平均分配給全部 總動能 總動能會守恒 總動能會守恒 所以打通錢的總動能 就要等於打通之後的總動能 那我們說打通錢的總動能就是 左邊的顆粒數量 然後去乘上左邊的平均動能 再加上右邊的 我說的右邊是左右這兩個 槍式 加上右邊的總共的數量 去乘上 去乘上右邊的平均動能 最後要等於後來的總共的數量 總共的數量 它那個粒子它沒有 它不會憑空消失 所以總共的數量就是 原本的兩邊的數量加總 然後乘上後來的平均動能 後來的平均動能 就跟溫度有關 你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溫度 平均動能 平均動能 只跟溫度有關 平均動能就是2分之3KT 只跟溫度有關 好 好 謝謝 所以我們再把最右邊的抄過來 nx乘上kx平均 再加上ny乘上ky平均 就會等於nx加ny然後k平均 然後從這個平均可以算出2分之3kp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原本的動能是3分之2 左邊的我怎麼會寫xy呢?應該是l和r 我們快上完了 再加油一下 快上完了 那原本的左邊的動能是3分之3kpx左邊的溫度 前面要乘上個數 這個第二項 右邊的個數乘上2分之3 乘上右邊的溫度 2分之3kpx 然後就會等於這裡 這個瓜虎是nr加nl 他其實就是他的墨爾數乘上亞佛加絕數 他的墨爾數乘上亞佛加絕數 就會是總數 所以事實上你把亞佛加絕數 等號兩邊的亞佛加絕數都消掉 然後還有這個k也消掉 這個k也消掉 他2分之3也消掉 最後就會剩下墨爾數乘上溫度 再加墨爾數乘上溫度 就會等於墨爾數的總和乘上溫度 那題目有告訴我們他的墨爾數 這一個是左邊的 左邊是3mol 然後這個溫度剛剛有算出來 是2分之3t 那這個呢是幾mol 是1mol 然後乘上t 最後總共是4mol 然後乘上t' 這樣算起來就是2加1 3t等於4t' 所以t'就會等於4分之3 這是答案 好因為已經下課了 請各位還沒有留言趕快留言 可以自由下課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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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